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英毅 日前造访洛杉矶 此行主要与南加各大侨团首长会见 一方面商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国庆筹备项目 同时听取侨劫意见 并将参与南加两大旅馆工会年会 和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的交接仪式 侨务会这一次来南加州 看到所有的桥巴门 首先跟所有的南加州的桥巴门问好 最次来最主要的是因为 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庆祝国庆 我在台北的时候听说 南加州这边做得很轰轰烈烈 所以这一次我趁着来参加北美旅馆协会开会的时候 也来特别看一看南加州的百年国庆筹备会的情形 我要特别来感谢大家策备会 跟南加州的桥巴对百年国庆这么热诚的支持 每年有200多天都在全球走透透 委员长吴英亦表示 不同的桥民有不同的意见与需要 面对全世界3500多万的海外桥民 一定要走出办公室 最主要的我是来参加这个 全美的这个旅馆协会的工会的这个年会以外 我也最主要的第二个我也来看看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建国百年南加州的这个所谓的策别会 接着我也会跟所有的一些100多位这个桥五的荣誉 从荣誉职的这个所谓的桥包 桥领门谈一谈 接着我可能会去看一看 听说这有一个Rosemate Park 有一个Park听说是六个耶克大家在那边 如果能够庆祝这个国庆或者怎么样子 听说是很大很漂亮 我也想要去看一看 接着就到那个跟所有的这个 这个桥五委员跟桥五同意志委员 有一个meeting 看看大家对桥委会以后有什么 应要我们恰复会做的地方 或者什么大家应该恰复会怎么样子走 听听大家的意见 记者叶宏志洛杉矶采访报导